各位学员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学习税法这门课程的第十章 那就是房产税 汽税和土地增值税这三部税法 那么这三个税呢 虽然在名称上我们感觉它好像没什么关系 实际上这三个税呢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它都是跟不动产有关 那它分别呢是针对不动产 土地也好 房屋也好 它在取得的时候要交的税 那就是汽税 以及呢它在取得以后持有过程当中要交的税 那就是房产税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不动产 包括这个土地使用权 那它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可以交易的 所以它在今后转让当中要交的就是土地 增值税 因此它处于不同的环节 但是都跟房子跟地跟不动产业务有关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那么作为我们在这个考试当中的这三个税 可以说它在这个总的要求上 那还是属于非主体税 但是呢相对于咱们前面的非主体税 我们这一章里面啊有一个税 就是土地增值税 这是属于叫做什么呀 主关题里面 就是计算问答题 是吧 计算问答题基本上每年都有 不是说每年肯定啊 比如说我们2021年很多同学的考题里就没有见到有土地增值税的计算问答题 但这个不是说每年的常规情况 所以我们今年准备向土地增值税依旧还是要考虑计算问答题 那除此之外 像房产税 我们还出现在综合题里面和企业所得税结合 不过那就是房产税的简单计算 因此房产税主要还是以单选多选题来准备 另外汽税也是以单选多选题来准备 所以这三个涉及到不动产的取得这个承受 不动产的这个拥有持有 不动产的这个转让当中所涉及到这三个税呢 它总的加起来的分值要比咱们其他前面几个小税种的分值要多一些 本身它就三个税 另外这里面有出计算问答题的小税种当中 可以说这个可能性最大的这个土地增值税 所以这张的分值呢应该是在十分左右 好 那我们在这一张里面所涉及到的这三个税 由于教材呢是先写的第一节房产税 第二节是汽税 不过按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动产 咱它的整个流转过程来看 应该是先承受 所以我们在讲课当中呢就把这个汽税放在前面了 然后才是你买完了以后的拥有持有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房产税放在第二节来讲 那土地增值税它是不改变它的位置了 依旧是第三节 所以这一张学习起来要比其他几个小税 学习起来占的时间稍微多一点 因为它的内容本身也多 将近40页的这一张 好那我们在今年的教材当中 可以说这一张呢也是所有的这个小税种当中 变化最大的特别是 咱们一会儿就要提到的第一个税 就是在这个不动产 你这个取得当中啊 承受方要交的汽税 因为汽税法本身啊 它就是在咱们2021年的9月1号才开始执行 所以相对来讲立法的时间短 实际这个汽税它本身是一个古老的税种 这样的汽税今年的教材在内容上是吧 把一些细节的问题都做了补充 像征税范围 计税依据减免税优惠 征收管理都有补充和新增内容 这是变化最多的 所以说所有的这个小税种一共是14个非主体税 这个汽税是变化最大的 除此之外 房产税呢 它有一些优惠当的增加和减少 土地增值税呢 主要是优惠政策上啊 我们原来的叫做企业 这个改制重组当中的优惠政策 执行时间到了 去年教材就把它拿下来了 现在呢 这政策又续上了 所以今年又把它给请回来了 那这样呢 土地增值税还有一个申报表了 进行了更新 所以这一章啊 它的变化主要是在汽税这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按照讲课的顺序 先来学习汽税 然后是房产税 最后是土地增值税 好 那我们来看的第一节的内容 咱们要说的汽税 知道一下它是什么税 它是一个很古老的 跟不动产有关的 那从它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汽 实际上是一个契约 因为不动产 它本身呢 它的这种时间就是一个很长时间的 是吧 房产 因此呢 在这个房产的持有人 是吧 那有可能都过世了 这房子它还会在 那这房子的产权到底是归谁 所以这里面 汽税 那实际上在我们不动产当中 它有点类似一个财产税 那你拥有了这个不动产的权属 是吧 那你有了这个契约 那我们现在是房产证了 那以前就是契约 所以要对这个承受方拥有这方 征收了一个汽税 好 那汽税在咱们现在的说法当中 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 你在我国境内转移 土地房屋权属作为征税对象 因此 它的这个范围 主要是涉及到不动产的土地房屋权属 以它为征税对象上 产权的承受人 像这个不动产土地房屋的承受人 征收了这么一种税 所以从这个税的定性上来讲呢 它针对的是这个财产的承受人 要交的是财产税类 那么这个税呢 咱们在立法之后 它的实施是2021年的9月1日 所以在这个立法的 现在所有的税种当中 它应该是立法时间最近的 好 那我们学习弃税的时候 知道了 它是跟不动产的 全属变更有密切的关系 那在不动产的业务里面 还有什么其他的税 有的是我们已经前面学过的 还有的是我们现在就要学的 那还有的是咱们下一章才接触过的 所以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我在这儿呢 给大家先做了一个这种图表 那这个图呢 让我们看出来了 在不动产的全属变更当中 无非就是两方的关系 一方呢 我们叫做转让方 可以简称是吧 它就是卖方 那另一方呢 咱们叫承受方 那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那就是买方 当然不动产 不仅仅是这么简简单单的 一种买卖形式 它还有其他很多的形式 所以咱们不能叫买方卖方 我们叫转让方和承受方 当这个不动产 它发生了全属变更的时候 注意是产权的 不是使用权的 全属变更的当中 这不动产是吧 房子和地都算在内啊 那作为这个转让方 咱们说卖房的这方 你要交的税有什么呢 前面学过 要交增值税 不动产 在增值税里面是9%的 如果你这个不动产项目呢 是引改增值钱的 那你可以选用 这个简易方法 是吧 来对 这样的不动产的产权交易 交增值税 是5%的简易办法 那你交了增值税 就要有承建税 要有两个附加费 这我们都学过的 另外呢 就是你在不动产交易当中 买方卖方之间呢 要签那个转让合同 那这个时候 对这个转让合同 产权转移数据 双方各持一份 是吧 所以呢 他们各自都要针对这个 持有的产权转移数据 交印花税 所以印花税是两边都有的 另外 我们在转让当中 卖房子卖地当中 还要交一个叫土地增值税 那这个在本章的第三节 就要学到了 是吧 土地增值税 它跟前面的增值税 好像都是对增值部分争 但是呢 他们两个所说的增值 是有差别的 好 那我们还有就是在你 整个转让过程当中 你赚的那一部分 那这个不是你的增值 而是你按照所得的要求 扣了成本费用税金 损失以后的所得税 因此 你要是单位卖 要交企业所得税 你要是个人卖 要交个人所得税 个人呢 按财产转让所得 这个税务来交 是吧 企业呢 那你是合并到你整个的 综合性的所得里面 不过在这想说一下 如果是个人卖房子 我们现在对个人 这个土地增值税是免征的 免 它属于征税范围 但是免 好 那我们前面所说的都是卖房 那买房呢 买房就是承受 土地房屋这一方 那你要交的 就是我们现在马上要学的 叫做契税 是吧 那这个契税呢 就是刚才说 它是在权属变更当中 向承受房 承受的一筒税 所以承受了这个 土地房屋的权属 其中土地是承受的 只能叫实用权 房屋承受的是所有权 那么这种情况下 承受房要交的 那就是契税 好 那针对这个契税 它里面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一说 关于契税的有关学习要点 首先咱们按要素 还是纳税人征税范围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纳税人刚才提到了 这不是承受方吗 但是具体的什么样的业务 承受方要交契税 这个征税范围是一个重要考点 选择题 基本上每年这都会有命题 好 那我们下面就分别来说一下 关于契税的纳税义务人 他是在中国境内叫做转移 土地房屋 注意是权属 那这个权是什么权呢 那在土地这儿 是吧 那我们说转移的是使用权 那如果说是房屋的权属呢 那一定是叫做所有权 产权 因此这个权属 如果对房屋是个使用权的转让 那个 承租方是不需要交汽水的 那这样的话 只是在所有权转让当中的承受方 那是真正的买方 那不能叫承租方了 所以他叫承受方要交的是汽水 而这个承受方的无论是单位个人 无论你是这个外资的内资的是吧 中国人外国人啊 都是属于纳税人范围 除非呢 我们后面会提到有一些 他是属于免税的啊 比如说 这个医院承受了 新盖了一个这种门诊大楼 这种情况下你是用于医疗的 你可以免税 好 那在有关转移土地房屋权属 这个征税范围的大背景下 那这个具体的是指什么 所以我们就分别的说了一下 你看地是不是这儿 土地使用权 地是使用权 不过这使用权的叫做转让 实际上它不仅仅是转让 它应该两种形式 一种呢是土地省权出让 一个是转让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那我们知道土地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呢 无论是集体的 还是这个就是国家所有的 还是集体所有的 是吧 这都是公有的嘛 因此这样的土地 如果是属于国有土地 是吧 它是国家所有的 那么具体的来讲呢 就是代表国家来管理这个土地的 原来叫土地管理部门 现在我们叫自然资源部 那他们把这个国有的土地 然后通过一定的方式 在一定的期限内 让单位是吧 开发商也好 什么其他单位来也好来使用 这叫出让 所以这个是属于从哪啊 从政府啊 然后到单位的手中 是吧 因此我们经常把这个叫做土地的什么呀 一级市场的一种行为 那这就是出让 那么出让当中的承受方式是谁呢 是这些拿着地的单位 所以这样的承受方式要交气税的 而转让呢就不一样了 转让它是属于什么呀 单位和单位之间的 我有土地的使用权是从政府手里拿来 然后呢我把这个土地使用权呢 装给别人了 卖给别人了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经常说 它这个叫做土地二级市场的行为 所以这样的转让 所涉及到的 那就是转让那方要交的是土地增值税 是吧 卖方 而承受这方呢 买方要交的就是气税 那这里的转让包括 像卖出售 像这个送赠予 以及换是吧 这些都是属于有权属变化的啊 但是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转移 像这个农村的是吧 这个土地的这个承包经营权 正不属于气税的范围的 好 那我们在这呢 还提到了啊 除了地以外的就是房 是吧 房屋呢 那它主要就是一个买卖啊 赠予啊 以及互换的行为 所以地和房相同的地方呢 那就是买卖转让互换 都是属于全属的 是吧 呃 这个变更 这是针对的房 它是所有权的变更 而针对的地呢 那就是使用权的转让和出让行为 啊 好的 那关于这个纳税人 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清楚承受方 不论是单位还是个人 在不动产的承受当中啊 承受方要交气税 而具体的什么样的行为呢 那我们现在啊 提到了六项行为 这个就是我们说选择题 特别容易考到的 这六项行为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把大的方面说了 那就是 只要涉及到土地使用权 是吧 或者说涉及叫房屋的啊 叫做所有权 所以地和房 它提法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叫权属变更 那么具体的表现呢 就应该是以下这六种情况了 第一种情况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出让 这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不过在这儿要清楚 出让这方 是吧 代表的是国家呀 自然资源的主管部门 所以他们不会去交土地增值税的 但是承受这方一定要交气税 还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呢 刚才说了 它包括出售赠予互换 这样的转让方 卖方要交土地增值税 以及比土地增值税还多的 我们刚才在那个图里面画的 而买方承受方要交的是气税 好 那我们还提到就是房屋的买卖 是吧 买方那就是要交气税的承受房 卖方 那它要交土地增值税以及其他税 关键呢 它是有一些叫做市同买卖的 不是这么简简单单的 像我们个人上市场买房 是吧 它是单位之间的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 所以我们下面有几种情形 就叫做市同买卖房屋 所以作为这个承受方照样也要 交气税的 那我们下面在这儿就特别容易出选择题 大家给我看一下 第一个 叫做以坐驾投资入股 相当于拿房子非货民资产进行投资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谁承受了呢 是被投资方 被投资方是要交气税 但是这种投资 拿房投资的行为 是属于气税的征税范围的 另外偿还债务 拿房子抵债 这个肯定房子的权数要做变更 这种行为是市同买卖要交气税的 至于说谁交 那当然是债权人交 因为我们是拿这个房子抵过来了 是吧 咱们债就清了 所以这个债权人是不动产的承受方 那么这样的呢 其实它都是有个共同的特点 虽然不是直接的 那个一手交钱 一手交房 这种买卖 但是它里面有经济利益的交付 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参照土地出让 出售房屋买卖这样的价格作为积税依据 然后乘以税率 不过这里有个特殊情况 那就是如果是属于自有的房产 干什么呢 也是投资 但是投到谁那了 投到了本人独资经营的企业 你看我本来就自己的房 然后投到了呢 是本人的 而且还是独资的经营 相当于这房没有任何的全数变更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免征汽水的范围 选择题里面有这个选项 不要去选它交汽税 好 那在市同买卖当中 我们还提到了这种情况 叫做划转 或者说是奖励 是吧 那这样的划转 一般来讲 是吧 房子和地都有可能 奖励呢 多数都是属于房子 不过呢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他没有相关的这种 就是经济利益的在里面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作为全数肯定是变更了 契税肯定是要交的 按什么交呢 咱们是按照赠予的这种情况去考虑的 这样按赠予来确定 寄税移址和适用的税率 是吧 当然这个时候 计税依据的选择 因为没有相应的这个交付的价格和经济利益 所以呢 税务机关呢就可以给他核定 按市场价格核定 或者说按照房地产的评估价格核定 好 那我们再来说第三种情况的市场买卖叫做买房拆料或翻借新房 那我们买这个房啊 并不是说要住这房而是看上那料 或者说买这房不是要住这房而是看上这个房子所在的地方了 所以买了给他进行翻借 那么前提条件肯定他是先要办产权过户了 这种情况下那一定要按照买价交气税 好那在有关于气税的征税范围中 我们第四种要说到的情况就是赠予 赠予他也是没有交易的价格 那么在赠予当中呢 有可能有经济利益 也可能真的是没有经济利益 比如说父母把房子赠予子女 但是我们在这要提示大家注意 这种赠予他实际上都发生了 气税当中所提到的权属变更 不动产房产肯定有权属变更 那土地使用权也是发生了权属变更 所以作为赠予 那我们说作为这个受赠方 你得到的地也好房也好 都是要交气税 而这个赠予方呢 赠予方你就看什么情形的赠予 是吧有个别的 比如说我把房子送给养老院了 或者说送给一个学校了 这种情况下公益性的赠予 赠予方呢可以是不交土地增得税 但无论如何这个承受方 即使是公益性的赠予 那我们承受方也是要交气税的 那只有交了气税是吧 你才能够去证明这个房子你是有产权的 才能去办房产证了 好的那在这我们关于这个赠予 还想给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赠予和继承是完全不一样的 赠予刚才说了 各种各样的行为受赠方都是要交气税的 而继承呢 那就有可能交有可能不交 有的同学说 那到底这个赠予是吧 和继承它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那这个差别就太大了 一个是生前 一个是这个去世之后 所以这样的生前的就要叫做 在世的时候叫赠予 不在世了才叫继承 好那我们对继承就要区分了 要是法定继承人来进行继承呢 这个是不征收汽水的 那什么是法定继承人 我们给大家扩展一下 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要求 这个法定继承人包括配偶 子女父母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 也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是吧 有这个血缘关系的 这样的法定继承人 那比如说是父母去世了 然后法定继承人子女 获得了这个房屋产权 这种情况下 继承是不需要交汽水的 是我们后面所说的免征汽水 但是如果是非法定继承人呢 非法定继承人 你为什么能继承啊 他肯定有这个遗嘱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继承是合法继承 但是也得交汽水 所以这块要分清楚 那就是赠肯定交 继承里面的法定继承人继承 是不交的 而这个非法定继承人 合法继承也要交汽水 好那我们再来看 在征税范围当中提到的 就是房屋互换 那肯定假的房子变成了倚的 倚的房子变成假的 这个是有房屋产权的变化的 所以他属于汽水的征税范围 但是如果他们的不动产交换当中 没有差价等价了 这种情况下 咱们是可以免征汽水的不交 好那我们在这个现在 汽水法进行了这个颁布之后 他出来了一些具体的实施办法细则了 所以又增加了下面的要求 那就是承受方需要交汽水的 底下三种情况 第一因为共有的不动产份额 是发生了变化 那这样的话份额发生了变化 是吧 有时候兄弟姐妹 比如说三个人 以前的份额和现在的份额 发生了这个变化了 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对承受方 多承受那部分份额交汽水的 那他多承受了 别人就会少承受了 那少承受的原来交过汽水 不会给你因为这个退税的 不过呢 这块有个排除事项 那就是夫妻之间 是吧 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 夫妻之间的这个不动产的份额变化 那个是免税的 好另外就是因共有人增加或者是减少 是吧 又加进来一个家庭成员 或者说又减少一个家庭成员 那可能是其他的家庭成员就会份额增加 这种情况下呢 承受方一样是要交汽水的 以及呢 是涉及到法院的什么 或者仲裁的这种生效的文件 那这时候土地房屋发生全数 承受方一样也是要交汽水 所以在汽税的征税范围上 是我们一个特别长考的命题点 那我们在去年考题里面 就是这样的选择题 问你谁要交汽税的呢 好 多项选择题 你看 A 等价交换 特别跟你说了一个等价 那这种情况下 刚才我们说了不交 当然它必须是不动产之间的等价交换 好 B 中奖取得了房产 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动产的承受啊 所以这个要交汽水 C 是买房拆料 你得先买了才能拆嘛 所以先要交汽税 然后抵债的房屋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思路就是交互交汽税这个行为 千万不要想到底是谁交 我们问的是这种行为 是不是汽水的征税范围 BCD 都是 好 那我们在这儿呢 再给大家列举一个单项选择题 问的是谁可以免交 实际上我们前面在讲征税范围里 提到了一些免交的情况 好 谁可以免交呢 A 是房产的赠予了非法定的继承人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就觉得 赠予非法定继承人 那个赠予方式不交啊 我们还是再次强调 说的是这种行为交不交 非法定继承人 他继承了这个房产 他实际上是要交汽税的 是吧 那他是不能免的 B 以获奖方式获取的 那这个应该是要交汽税的C 以自有的房产 入股本人独资的企业 这个是属于可以免汽税的 所以我们正确答案就出来了 最后是B选项 以偿还债务方式承受的 土地房屋全属 这个时候说的是承受 承受方 那我们说这个没有问你谁交 而是问你这种行为交不交 这是要交汽税 是吧 要交汽税 所以正确答案呢 免的就是C选项 好 那这样我们把第一个知识点 针对汽税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说完了 汽税的征税范围是重点 一定要清楚 我们所提到的叫做 土地使用权的和房屋所有权的 权属变更 那这种行为具体都包含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汽税的第二个知识点 关于它的税率计税依据和税额计算 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这里面谁重要呢 计税依据重要 那来看一看 汽税的税率 它是一个比例税率 那肯定是跟不动产价格有关的 不过这个比例啊 它不是固定的一个比例啊 它是3%到5% 到底是多少 省自治区直辖市 这一集来确定 所以在计算税额的时候 税率它会告诉我们的 那不过有一种情况呢 它是单独提出来了 什么情况啊 那就是个人 是吧 纳税人是个人 而且呢 你买的是90平米以下的 家庭唯一的 您家庭唯一的 实际上就是手套呗 所以90平米以下的手套房 它不是按照最低的3% 而是呢 按1% 比3%还要低 是吧 像这个在后面的税收优惠里 我们还会再次见到的 好 这是契税的税率 而它的计税依据呢 那你既然是比例税率 肯定啊 计税依据就是金额 这个金额确切的说 就是不动产的价格 而且呢 一定是不动产的 叫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是吧 我们说卖方 它卖的时候 它要交增值税 这个增值税在哪呢 在卖给我们承受方的价格里 在给买方的价格里 所以买方 我们要是花了500万 买了个房 它的计税依据 肯定不是500万 它要把增值税的剔出去 好 那我们在这儿 要说的这个 不含增值税的不动产价格 其实总的原则呢 这个价格就应该看增值税 这个发票上 卖房发票上的 是吧 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如果说是税务机关 要核定价格的时候 它一样也是 不含增值税的 核定的价格 好 这样 契税的计税依据 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呀 叫重点 那这个重点 内容很多 好多种情况 那我在这儿 就给大家 把这个各种情况 列了个表 这样呢 便于我们学习当中 进行分类 是吧 进行这个汇总 看起来更直观 那根据土地 房屋全署转移的 不同方式 我们契税的计税依据 首先那就是 关于土地使用权 要是土地使用权 说的是地 是吧 它要是出售买卖 它是有价格的呀 那就按价格 这个价呢 说的是合同确定的价格 实际上就是 咱们的交易当中的 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那如果说 这个土地使用权 还是土地使用权 但是它是赠予 或者说房屋的赠予 它是没有价格的 没有价格 那就是税务机关 参照市场价格来核定 是吧 所以这个市场价格来核定 给我们感觉 哎呀 那就是我们买房的价格 是不是啊 其实这个市场价格核定 比我们实际真正交易的价格 还是要低的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 要提到第三种情况 就是以划波方式 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这个呢 主要是针对一些 国有的歧视业单位 是吧 那它以前 就有这个土地使用权 我们几十年 就在这个地方 来办公啊 来经营啊 现在呢 这个土地使用权 原来划波的 现在啊 经过批准呢 是改为出让方式 所以这个单位 就要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 啊 现在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交纳土地出让金 这个时候 你补交的土地出让金 就是交汽水的依据 那还有第四种情况 就是 先以划波方式 取得了土地使用权 是吧 这个地呢 是归我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把啊 我们单位或者说我们单位的连房子在地 咱一起给卖了 是吧 我们要进行搬迁了 那么这个时候 那你就要看了 又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划波土地的性质变为了出让 那就意味着 原来这个地是国家拨的是吧 多少年我们这个工厂 一直在这 这个生产经营 是吧 国家也没要我们地的钱 现在我们工厂整体搬迁了 所以我们就要涉及到 先要把这个地的土地使用权取得 然后再把这些厂房我们给卖了 所以它在交汽税的时候涉及到两部分 一部分呢 就是补交的土地出让金 先把这地取得了 然后我才有权利把它给卖呀 然后那我们就是卖这个交易 地上的房子的金额 作为下一家的承受方 交汽税的汽税依据 它是两部分了 那还有就是划波的这个土地 它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那也就是说我们划波了地 然后取得土地使用权了 但是呢 现在地上的房我们给卖了 只卖房没有卖地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是按照什么呀 按照那个卖房的 是吧 房的全属变更合同上 所著名的成交价格 做积税依据 所以不同的情况 积税依据的确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是土地使用权 即地上的这种建筑物附着物 卖了呢 转让了呢 那不是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的吗 就是你承受方支付的不含增值税的走价 一定是不含增值税 那还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那这不是就是以出让金作为计税依据吗 但是通过这种招拍挂的方式啊 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往往呢 它不光是出让金啊 这么一块内容了 还会涉及到啊 叫什么 叫土地的什么补偿费啊 什么轻苗补偿费 因为这上面种着庄着呢 是吧 所以在土地出让的时候 还有轻苗补偿费 那也有可能这个 原来这上面是有居民区的啊 你现在要让他进行这个拆迁 那你还有什么安置的补偿费 那等等这些呢 都是作为是吧 咱们这个买方支付的 所以都是作为汽水的积水依据 好来看的第七种情况 就是房屋附属设施 比如说我们在个人买房的同时啊 他可以是吧 卖给你叫做这个储藏室 卖给你啊 这个地下的是吧 车库啊 那或者说卖给你一个啊 这个地上的单独的车库啊 我们这些别墅本身就是带着车库的 等等这些都叫附属设施 如果说它是跟房屋为叫做同一单元 是吧 这单元不是说我们说的一个门洞那种单元啊 它是一个同一整体 那也就是说我卖的是别墅 它本身啊 这个别墅的房子 它就带着这个车库呢 是吧 它是跟房子作为整体的 那当然你就按照这个买房的总价 是吧 房子的适用税率来交汽水 也有可能呢 它不是不同的这个呃 这个单元体 比如说我们买房子的同时 它是有卖车位 你可以买你也可以不买 是吧 或者说有卖这个储藏石 你可以买可以不买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 附属设施 它和房子就不是同一个单元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啊 这个呃 发票都不是一张发票 合同也不是一个合同 所以呢 附属设施 就要按照当地附属设施的 那个 呃 税率啊 成交价格成税率 那我们还提到了 如果说承受的是已经装修的房 那跟毛批房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装修的费用 在你卖房的价格里肯定是含着的 因此呢 装修费是可以寄入咱们的卖房的价格里面 承受方应该交付的 不含增值税的总金额所寄税依据 好 那来看呢 最后一种情况 那就是土地使用权 或者说房屋产权的互换 互换啊 它是全属肯定发生变更了 所以这个应该叫汽税 但是如果它是属于叫做互换价格相等 等价的情况下 咱们的寄税依据呢 就是零了啊 因为互换当中我们是以差价作为寄税依据的 如果没有差价等价的是吧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不交期税的那有差价的情况下 注意是由是由支付差价的这一方作为谁呀 作为汽税的纳税人 因为他多承受了房子嘛 或者土地嘛 那他按照差价来交汽税 不过在这我们再次强调啊 他一定是什么呀 是不动产 房和地可以 地和地可以 房和房也可以 但是呢 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必须是不动产之间的交换 才可以用我们刚才所说的 有差价的按照差价 由交付差价那一方作为纳税人 交期税 如果要是没差价的那就是 等价交换不用交汽税 好 那我们关于汽税的这个 所有的这些计税依据的问题 他既可以单独的直接考核 当然也可以有计算性的问题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单独考核的 问的就是 赠予房屋的时候 这个汽税的计税依据 应该什么来确定呢 赠予它本来就没有价格嘛 所以你说按照房子的 什么鱼值啊 按照贪鱼价值 是吧 都不对 没有价格 按市场价格来核定 所以这个很简单 当然 汽税的计税依据 如果说 让我们去应用 那肯定是在税额计算里 所以接下来我们本知识点的第三个问题就说到了税额计算 计税依据乘税率 好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也是我们在近三年考题里出现过的 居民甲把一套价值100万的一句石和居民以互换了一个两句石 所以这个时候呢 假的房子小是吧 100万 那它就补给了居民以50万的这种房屋的补价 好 要告诉你税率是4%的情况下 交气税多少呢 那当然就是按照这个差价了 因为它是房换房嘛 所以差价做计税依据是没问题的 然后乘以税率 它肯定是告诉我们的 所以呢 在这儿很简单 那就是C选项 是2万 关键是 要问你谁来交气税的话 你又应该怎么回答呀 这要变成多选了呢 谁来交气税 他说了 是居民甲把房子 是吧 跟居民以换 然后居民甲补给了居民以50万 所以这个相当于 甲多承受了50万 乙的房子是150万的 甲的房子是100万的 所以甲呢 是补差价的那一方 是吧 所以甲是纳税的 好 那关于这个税额计算 跟计税依据有关的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说的是甲企业 在10月份 因为无力偿还一企业 已经到期的债务3000万 所以呢 经过双方协商 那就是以房来抵债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乙是债权人 那乙呢承受了抵债的房子 所以我们问的就是乙 要交气税 我问你的是什么呢 气税 寄税依据 没让你算税额 给了几个数 这房子的原值是500万 净值是 呃呃 原值是5000万 净值是2000万 所以他的呃这个原值和净值 跟我们交气税没有关系 那我们后面又提到了 这个房子本身的不含税价格呢 是9000万 以支付了多少呢 6000万的差价 为什么呀 因为他已经到期的债务是3000万 那我现在拿这个房子去抵 这房子值9000万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才欠你3000万 我还了你一个 这个 9000万的房子 那是不是 所以应该再补给 加 6000万的差价 没错 但是呢 寄税依据可不能是6000万 我们这个寄税依据是不动产的价格 对 不动产的价格是谁呀 是9000万 因此咱们的正确答案呢 就应该是递选项 好 那关于契税的这个寄税依据 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税额计算 所以寄税依据的规则 确切的说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画的那张表 里面9种情况的规定 非常重要 必须掌握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 关于契税这一节的第三个知识点 也是最后一个知识点 叫做税收优惠和征收管理 那我们这写的 确实它是重要考点 其中呢 契税的这个税收优惠吧 内容还特别的多 我们今年在这儿是主要的一块新增内容 那这样呢 契税的优惠政策 我们先来看一看 它的优惠中免征契税的 有哪些情形 这个内容真的是挺多的 咱们今年呢 补充了好多项 一共加起来21项 不过我在这儿给大家 总结在讲义里面的 只是一些叫普惠性的优惠政策 所以这样的内容呢 可能我们不会给大家一个一个念了 我把这个意思说一下 那也就是说 你听我念一遍 你不一定有多少印象 但是把这个意思说清楚了 你可能印象比较深刻了 首先呢 那就是像这种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 它是财政拨付经费的 那这个房子 它承受了用于办公的科研的教学的 军事这个设施的 那肯定是不交汽水 那我们第二个呢 就提到了非盈利性的学校 医疗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 那你说非盈利的学校 不就是事业单位吗 那可不一定 我们这事业单位是国家出资的 这个非盈利的 那我们还有好多是属于这种社会出资的 就是民间非盈利的 民间非盈利的这些学校 医疗机构等等 那他们有的是不能登记为 不可能登记为事业单位 他就登记为社团 基金会等等 那么这样的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都是非盈利 非盈利为目的的 这种承受的 他才可以免征其水 来看呢第三个是承受了荒山荒沟 荒滩 土地使用权干什么呀 用于农林木鱼业 直接生产 那这样的承受的地 肯定是免征其水的 还有呢就涉及到 跟个人有关系的这几项 其中 这个四和五 你看这都跟什么有关呢 跟婚姻有关 婚姻关系续存期间 如果说是夫妻 把这个土地房屋全属的 这种名字啊 或者说占有的比例进行变更 这是免的 另外呢就是夫妻关系不存续了 离婚分割的这样的共同财产 发生了土地房屋的全属 这个比例变更 这也是属于免征其水的 另外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就是法定继承人继承 是吧 他是免的 非法定的合法继承也得交 城镇职工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 就是我们当时的房改房 这是免 好 那我们还提到了 这个第八和第九 都是跟涉外的单位有关系的 大家了解一下 第十呢 说的是金融租赁公司 比如说我们这个金融租赁公司呢 是乙公司吧 现在有一个谁呢 有一个假公司 那假公司现在缺钱了 所以他把他的这个房子呢 就让这个乙公司进行什么呀 叫做 就是融资性售后回租的业务 这时候把这个房子 给乙公司 乙公司呢 等于是买了 然后再给假公司钱 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于 我们说的叫做回租 那这是售 是吧 然后回租 等于这房子根本就房子就移动不了 还是假公司的地方的房子 但是这个房子呢 已经进行了这个融资性的售后回购 所以这个时候啊 他和前面所说的货物就不一样了 货物 假公司 是融资性的售后回租业务 把货卖给了银 不算销售 而这个不动产当中 假公司 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是吧 那我们说 这个时候 他是要办手续的 要办手续的 那这个时候的乙承受方 他是要交气税的 要交气税的 那么今后 等到这个合同期满了 等于是 这个假 是吧 融资 这个售后回租 那他售后把这房子给银了 银就是承受方 那他的目的是为了从银这取得贷款 所以房子实际上他还接着用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咱们到了这个相当于贷款期满吧 比如说十年八年的 相当于我们说的售后回租合同期满 这个房子依旧要换回是假的 这种情况下 假呢到这个时候就是免征弃税了 等于我们对这样的业务是征一到弃税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业务 就是一个假先把房卖给银了 然后再从银手里面买回来了 据说他是两个弃税的 是吧 一开始买卖一次 然后再买卖一次 那我们如果说是属于这个售后回租业务 今后到七里后成租人回购 他是免的 就这么一个关系 好来看看第十一个 第十二个 这都是跟我们现在的叫做什么 这个联租住房 这个棚户区改造 是吧 跟这样的业务有关系的 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他的免税的规定 以及呢 我们提到了 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后 这个集体经济组织 他承受了原来集体经济组织的 土地房屋全熟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合作方式的改变 土地全熟的产权没变化 那还有就是异地的扶贫搬迁 那这样呢 你异地搬迁之后 你在换了个地方 你地有地有住啊 取得了安置住房 这是属于国家异地扶贫搬迁政策 范围之内的 所以是承受方面 这个弃税的 另外我们还提到了几个呢 那就是他有这个减免税的时间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这个在实际操作当中 肯定是要考虑他的时效的 但是我们作为考试的备考 我想这时间就不重要了 那主要是什么情形啊 比如说公租房经营单位 购买公租房 那这肯定是 不是一般的行为 是吧 这时间还是一个政府的行为 还有呢 就像这种社区提供的养老 托育家政 服务机构 他承受的土地房屋权属 是用于这样的事业的 这种都是属于免的 好 除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些 免的项目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 他不是就是全国统一的 而是由省一级的 这个来决定 是否能够享受 叫做减货免 针对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因为土地房屋 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用了 这时候呢 征用了是吧 那我没地儿住了 所以呢 我要重新进行 土地房屋的购买 这个到底是不是可以减免 由省一级决定 另外因为不可抗力 密室了房子 比如说洪水啊地震啊 那这个房子还没住呢 已经没了 所以买的新房没住成 这个时候重新承受住房 以及呢 不是买的房子 是你原来就有没买房 但是由于自然灾害 我原来的房没有了 我要重新买房 这个是由省一级 这个政府来提出 然后呢 报同级人大来决定 报全国人大来备案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类啊 就是地方来确定的 那么第三类优惠里面 就提到了对个人买房 是吧 咱们前面讲税率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1%啊 那就是手套 是吧 手套唯一 而且呢 是90平米以内的1% 那要是我手套 我就买了一个大的呢 买了一个90平米以上的呢 那就是1.5% 不过这个手套之后啊 我们可能还有二套房 二套房 咱们就认为是改善型的 它也是有一定的优惠的 其中90平米以下的 这个1%啊 和手套房是一样的 那如果90平米以上的呢 它就高一点 它是2%了 那在这想说一下 对二套房而言 二套房而言 那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 是不按这个政策的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 对二套房是3% 不是2% 而对于 这个一套 手套房 它也是按咱们上面的政策来执行 好的 那在这个优惠政策里面 我们今年呢 又增加了一大块 就是企事业单位的改制重组的优惠 因为这个政策 我们原来的截止时间 决定了 那个去年的教材 是吧 觉得它就到期了嘛 所以就拿下去了 现在呢 这个政策又延长了 所以今年的教材 把它给请回来了 而这些内容 作为选择题 我们也是需要了解一下 但是它的表述都很长 所以呢 我不给大家念了 把意思说一下 比如说企业改制 那你原来是非公司制 改公司制 是吧 我是有限责任公司 改股份有限公司 改制当中 你只是一个这种运作的 这种机制体制的变化 你这个地儿都没变 所以改制当中呢 土地房屋全属 它是免税的 如果说是事业单位 那我们有不少事业单位 现在也是转企改制 所以在改制以后 这个转企以后 原主体它的投资呢 是超过50%的投资 所以原主体 在这个改制以后的企业当中 占股份是过半的 这种情况下 你承受的原主体的土地房屋 也是可以免税税的 如果说是企业合并 原来两个 是吧 现在呢 给它合成一个了 如果说是原投资主体去存 也可以免 那要是分利呢 那一分为二了 是吧 它实际上是和原来的公司投资主体 是相同的 这样的一分为二 分完了的两公司 还是属于 这个承受的土地房屋 免税税的 那如果说是公司破产的呢 我们就得分着说了 债权人 是吧 他要承受破产 企业的土地房屋全数 他是因为里面抵债的 是吧 所以在这儿 我们要注意 破产抵债的 债权人是免征弃税的 那你不是破产 是吧 就是一个一般的以房抵债 那肯定债权人 承受了房屋 土地要交弃税 破产抵债是 债权人免弃税 那要是非债权人呢 你为什么能承受 那个破产企业的土地房屋啊 实际上非债权人 他肯定是买来的 那按说他应该是交汽税 没问题 但是对于破产企业 你把他的土地房屋买了还不够 还要考虑到 就是安排原破产企业的 这个职工的就业 所以我们又有了这样的规定 那就是安置原企业全部职工 安置全部职工 一个都不落的 全部职工你都安置了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还签了三年以上的合同 那你就可以免弃税了 如果你安置原企业的职工 是超过了30% 但是呢 没够一个不落 那这个时候 弃税还是交的 可以享受优惠减半 如果说安置了原企业职工 是连30%都不到 弃税是正常征税 这就是我们这个政策的意思 来看呢 第六个是关于资产划转当中 对承受县级以上的 这个政府啊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是吧 进行这种划转的 或者说政策性调整的土地房屋 还是免征弃税 这是划转 以及叫做债转股 是吧 债转股当中呢 那么所涉及到的 原来的企业的土地房屋 这是债转股当中 实际上那房子并没有变啊 而是我们的这个资产的来源 结构发生了变化 那个是免征弃税的 另外就是股权转让 是吧 股权转让 股份转让 那实际上呢 是出资人变了 这个你说土地和房屋呢 那还是属于这个 纳税人是个企业的 因此这种情况下 也是不征弃税的 那下面的就是要征弃税的情况 说的是划波用地出让 或者是作价出资 什么意思啊 本身你的这个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啊 它是有这种划波的用地 是吧 然后呢 它经过了改制 那符合前面所说的 企事业单位改制免征弃税 关键是呢 现在有个出资方 和这个改制以后的单位 进行了合并 是吧 那这个时候 以出让方式 或者国家 作价入股的方式 承受了改制企业 划波的土地 这个地 是改制企业划波的 是吧 那我们现在改制企业呢 作为出资 出资到一个新的企业里去了 是吧 就是这个新的企业 它是要交 契税 它不是改制本身啊 而是改制后 你又再行 进行了 这种增值 或者说进行了规模扩大 新的一个企业 成立了 那这个是要交契税 好 那关于契税的这个税收优惠 也是我们在考试当中啊 经常有命题的 比如说 我们在 这个近三年考题里 就出过这样的问题 事业单位 是吧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然后呢 是改制为企业 是吧 事业单位转起了 现在 投资的 这个 原主体 是存续的 并且呢 在改制以后 企业的出资 要超过一定的比例 汽税可以免 这个比例是多少 刚才我们说过半 那就是 超过50% 所以 这样呢 也跟 白给的是了 那我们再给大家 举个例子 说的就是 下列 哪些需要 交汽税 实际上 它是跟免 有直接的关系的 A选项 法定继承人 继承的 那这个 法定继承人 继承 刚才说了 它应该是免吧 那非法定 继承人 继承的 才需要交呢 所以这个 咱们就 不需要选它了 B 不讲方式 获取的 那没有什么优惠 正常 该怎么交 怎么交 C 分期付款方式 取得的房屋 那这是你付款方式 但产权 你是取得了 所以承受了不动差 交汽税 最后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之间进行了土地房屋权属的变更 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免的范围里的 所以呢 交和免 经常在我们选择题里面出现 前面说要怎么交税 算税额的时候 也要考虑是不是有免的规定 好的 关于汽税的优惠 我们说完了 那么在这个支持点当中 还涉及到汽税的征收管理 这是大家了解一下的内容 也是我们今年呢 在教材当中这部分 有一些变化的提法 比如说 汽税的申报 比如说以不动产的 是吧 单元 作为 基本单位 这个单元不是咱们住家的 楼门洞那个单元 那是不动产本身的这个单元 附属设施 在这个单元里面 附属设施 一起按这个单元征税 不再附属设施是单独的税率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应该是不动产 是吧 或者土地使用权 这个全属变更 全属变更的当天 好 那这样的全属变更呢 它实际上要涉及到 你这个全属的一些合同凭证 具体的来讲呢 像什么契约呀 像什么合约呀 单据呀 确认说这都属于全属变更的合同凭证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叫做特殊情况 这个大家做个了解吧 因为 契税现在的这个 涉及到不动产嘛 所以它要规定的非常的细 所以这些特殊情况了解一下 比如说 法院啊 仲裁啊 它生效的这些文书 那就是文书的生效当日 那如果说是这个土地房屋 原来属于减免税的 现在它改变用途了 不属于减免税了 那应该是改变它的用途的当天 那如果说是改变了土地的这种性质啊 或者是容积率啊 有可能呢 你原来签合同的时候 这是100平米的房子 最后你在啊 这个收房的时候 它是103平米了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啊 它需要补交这个契税 它的大税率发生时间呢 是改变啊 改变的当天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时间期限 那就是没有具体的说 10日内30日内 而是办理土地房屋全属 变更登记手续 注意啊 是手续之前 不是之后 因为你只有把这个 呃 契税交了 是吧 办手续之前 什么时候都行 你把契税交了 然后才有可能 办理房屋全属的这个登记 才可以申请办理房产证 好 大税地点是土地房屋的所在地 只不过在这儿呢 有一个征收管理当中啊 也是新家的内容 叫做弃税的退税 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退税 由以下列出来的三种情况 那第一种情况 还是法院啊 什么仲裁啊 啊 这样呢 导致了原来我承受的土地房屋 是吧 我已经交了气税了 但是法院仲裁 这个房子是有问题的 原来我们的这个全属变更的行为是无效的 那我这房子就没了 那这个时候交过的气税 可以申请退还 那第二和第三呢 应该是属于一类 只不过第二个说的是地 是吧 第三个说的是啊 那个房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一开始交气税的时候 那个计税依据都大了 啊 后来最后一确认的时候 计税依据没那么大啊 比如房子 真正呃 交房的时候一梁 它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还是可以申请对已交气税的法盘 好 这样气税的申请退税 就是这么两种 两大类情况 一个是原来交了 但是现在你承受的土地房屋 是有法律的问题的无效了 交了白交 另外呢 就是原来交了 但是呢 原来交多了 现在呢 把多交的那差 可以申请退还 好 那关于气税 征收管理里面还提到了一些 就是申报资料 纳税信息 这个我觉得不需要我们去作为考试了解了 好 气税的内容已经不少了 那要说到它的要点呢 实际上概括起来 应该由一下这几个方面是考试命题的重点 气税的征税范围 是吧 那它总的来讲是不动产全数变更的承受方 但是具体前所变中有什么呀 我们今年有六大下 注意结合着这个税收优惠 另外气税的计税依据 那就是气税的 是吧 计税依据是不动产的成交价格 但千万注意 不含增股税 也有可能没有成交价格 是有机关核定 还有就是不动产之间的交换 由交付差价那方按差价 做气税的计税依据 那么在气税的内容当中 这个优惠政策也是挺多的 那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进行了梳理了 如果有讲义的话 你还是可以流来一下 好 那到这为止 我们关于本章的第一节 那就是土地房屋 它在全数取得的时候 由承受方所交纳的气税 内容就介绍完了 小孩 豁兰 金